邂逅一本好书,摘抄几段话,在生命的某个角落,盛开一朵花,或卖读,或细品,今天我们要翻开的是,八月长安,最好的我们,来自最好的我们里的那些话,01,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,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,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,隔了一整个青春,怎么奔跑也快不过的青春,只好伸出手道别, 02,最容易令人感到温暖和惊喜的是陌生人,因为你对他没有期望,最容易令人感到心寒和悲哀的是亲人,因为你爱他们,一厢情愿,就得愿度服输 03,你知道,差一点没得到,会让人服服,而差得很远,就会让人平静,青春就是这样,好的像是,无论怎样度过都会被浪费,那么,不如浪费在你身上,临死,我不幸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那种人,没能力,却有上尽心,没天赋,却有梦想,越努力,越难过,不是所有坚持都有结果, 05,但是总有一些坚持,能从一寸冰封的土地里,培育出十万朵,怒抱的强规 05,你知道,最令人感到的天气,其实是晴空万里,也许平凡如我们,拥有的第一个秘密,就叫做喜欢 06,突然有些心酸,我们都熬过了那段最苦的日子,后来就不在一起了,苦难总会终结,坚强支援永存,坏日子总是会结束的,但是很多我们以为是最坏的日子,回头来看年许反而是最好的日子,只是坏日子里面的喜难,消磨了很多可贵的温柔,轻松的好日子来临时,我们却没有多余的勇气了,07, 07,虽然我从来不曾心深体会过,但是也知道,有时候可奸操和升旗仪式,是很多人最为期待的,茫茫人海,他们总是能寻寻觅觅的,将目光定位到某个人身上,将冗长无趣的仪式,变成一场不足为歪人倒夜的独家记忆,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余境,08,我和你坐筒桌,扎年,你的影子和粉笔灰交织在一起, 黑白分明,在我的记忆力转圈,多想,那时候的我们,是最好的我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